合理利潤算是讓人家覺得是有點奇怪 奇怪的本身不僅在於這個公式 新版的電價公式本身 而且甚至是在於其他的 它的經營沒有效率 然後或是經營這個 這個效益不髒的部分 我剛剛提到 上以這個能源價格的採購 我們都知道說國際能源 煤的價格是一直下跌的 然後可是事實上過去的台電的煤的價格 讓人家覺得說很隱从 過去曾經在早幾早些年的時候 煤價在下跌的時候 然後大家覺得說 台灣的為什麼能源價格 之前在2012年 馬英九說希望說這個 希望說這個電價要調漲 那時候我們就已經提出 國際的煤的價格是下跌的 那為什麼台電還要漲電價 然後他們就講說那個時候是煤 因為我們是簽長約 那是過去以前的價格 那可見事實上 我們煤的價格採購是比較高的 過去不管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而且甚至過去曾經一度傳出 監察院在調查台電的這個能源的採購問題 上面還是有很多的弊斷的 那監察院監委曾經講過 曾經有一句話 這個讓大家記憶深刻 就是說台電的煤的採購的 裡面的黑幕比煤還黑 那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讓他覺得很奇怪 那現在台電說他已經把那個 一個這個所謂的購煤的這個合約公告 那是最新的 最新才簽的這個購煤合約 並不代表以前他的這個購煤合約是完全公開透明的 所以這不能夠以偏概全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台電的合理的利潤的計算 他們在講說是什麼 當然說是這個要幾趴幾趴 過去大家覺得說利潤當然就是利潤率 譬如說賺一百萬 那成本是一千萬 那利潤率就獲利率就百分之十 那他我們就是這個部分有所謂的分母跟分子的問題 當你把分母擴大了很大的話 你要為了要取得這個合理的這個利潤率 這個事實上坦白講獲利率 那坦白講你這個賺的錢就要變很多 那台電雖然感覺新舊公式比較起來 他的合理率獲利率是已經跳降了 可是問題是他把分母灌得很大 所以他把分母灌得很大 所以他即便是這個合理的獲利率 所謂獲利率好像有9%調成5%到6% 那事實上他的分母灌水那麼多 事實上也會造成他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獲利會變增加 那我們他的包括他的這個合理的 這個所謂的合理 這個分母變得很大 包括他把應該繳的稅付或什麼都灌到分母去了 那這些其實坦白講 應該繳的稅付是本身你本身的 公司本來就應該要 應該要要編列這個預算了 不是說你把這個要繳的稅付 轉嫁在這個電價成本裡面 這樣子這個玩數字遊戲實在是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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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